明星澳門保安部隊 了解他們的職能、工作和理念 警民含心 販賣人口是絕不能容忍的罪行 雖然在本澳的販賣人口個案不多 但特區政府和保安當局表示 非常重視預防和打擊相關罪行 今集警民含心 我們就和大家介紹一下澳門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 2007年根據行政長官批示 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了 阻嚇販賣人口措施關注委員會 2008年澳門亦通過打擊販賣人口犯罪法律 法律中對販賣人口有明確定義 就是對他人進行性剝削 勞動或服務剝削 尤其是強迫或強制勞動或服務 或使人成為奴隸或類似奴隸 又或撤除人體器官或組織的目的 並透過以下任何手段 包括以暴力、綁架或嚴重威脅手段 使用奸計或欺詐計策 藍用因等級從屬關係、經濟依賴關係、勞動關係 或家庭關係而產生的權力 利用受害人精神上的無能力或任何脆弱境況 又或控制受害人的人同意的情況下 提供、送交、引誘、招募、接收、運送、轉移、窩床或收容上述的人士 在刑罰方面 為進行性剝削、強迫勞動或撤除人體器官而販賣人口 可處三年至十二年的徒刑 如果受害人未滿十八歲 最高可被判處十五年監禁 如果受害人未滿十四歲 所判處的刑罰最低和最高限度均可以加重三分之一 亦即是最高可被判處二十年監禁 阻嚇販賣人口措施關注委員會 是一個由保安司統籌的跨部門機構 成員來自多個範疇 當中包括警察總局、海關、治安警察局、司法警察局、保安協調辦公室、法務局、勞工事務局、社會工作局及衛生局等 並由保安司司長辦公室主任擔任協調員 委員會每月都會舉行會議 持續跟進有關的工作 阻嚇販賣人口措施關注委員會協調員張玉英主任 今天會議的議題包括有三個方面 第一是關於提升內部不同範疇人員的培訓 第二是如何進一步加強社團和業界聯繫 共同做好宣傳的工作 第三是檢視現時對受害人的保護措施 關於今年販賣人口罪案的統計數據 直到目前為止的個案數字是維持兩宗的 這兩宗的個案已經是交到檢察院 現在正在處於徵訊的階段 雖然今年的個案數目都是處於低水平 但希望各個工作小組都可以繼續共同努力 互相配合做好預防和宣傳的工作 在有關販賣人口的社會問題上 多年來阻嚇販賣人口措施關注委員會 聯同社會團體以及業界開展執法 宣傳教育和支援等大量工作 自力提升澳門社會各個階層和不同族群 對販賣人口不法活動的認知 保障外來勞務人員的權益 積極預防和打擊販賣人口和勞動剝削的現象 根據保安當局的數據 近年來本澳有關販賣人口的數字持續下降 並維持在較低水平 2014年共錄得四宗販賣人口犯罪個案 2015年兩宗 2016年至今兩宗 保安當局表示 反映了委員會開展的有關工作 取得正面效應 另外司法警察局也成立專責調查部門 依法進行刑事調查 而在具體工作方面 委員會定期開展打擊販賣人口的推廣工作 加強社會各界對販賣人口犯罪的認識 並製作多種語言文字的宣傳單章 在多個地點包括出入境口岸大樓、衛生中心等 被市民和旅客取悅瀏覽 另外製作電視廣告 翻譯成多種語言 上載到互聯網擴大宣傳面 法務局定期為學生舉行普法講座 包括向學生宣傳 認識販賣人口犯罪的信息 另外也為前線警務人員定期提供培訓 幫助他們更清楚了解販賣人口犯罪的特性 同時教授他們識別受害人 以及與受害人溝通的技巧 特區政府也為販賣人口的受害人 提供一系列保護措施 社會工作局會為受害人提供住宿服務 當中特別為未成年受害人安排家寫式服務 並提供生活的基本需要和個人輔導 社會工作局家庭保護組職務主管陳耀雄 每位受害人接收他們提供服務給他們 我們都會有一個專責的社工提供服務給他們 當他們還未離開澳門的時候 我們提供的服務包括以下 例如經濟援助、醫療轉介、戒獨服務、法律諮詢 有情緒輔導和培訓給他們 當這些受害人在司法程序完成後 司法檢察局會通知我們 我們會與治安檢察局協調 安排證件辦理離境手續 當然他們的路費都會幫他們處理 為持續檢討和優化執法部門打擊販賣人口的力度 委員會為前線警務人員制定有助識別受害人 以及與受害人溝通的指引 並在技術層面上協調執法部門制定統一的指引 令警務人員在預防和打擊販賣人口的工作過程中 取得更好的成效 另外警方也調整了相關的舉報和求助熱線 同時在防止和打擊強迫勞動方面 警方也執行各種行動 例如治安檢察局和勞工事務局合作 定期巡查各個建築地盤 防止建築工人被剋購薪金 和個人身份證明文件等情況 同時勞工局根據現行法例 對職業介紹所進行規管 防止中介人非法向容工收取介紹費 另外勞工局設有專人接聽求助和舉報的熱線中心 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支援 適時打擊各種強迫勞動的不法活動 今集內容為大家介紹了 阻嚇販賣人口措施關注委員會的工作之後 接下來就迎接國慶假期了 治安警察局與其各個出入境口岸 將會迎來人潮高峰期 而在這段期間 當局表示會加開櫃位 並聯同海關、海市及水務局 珠海邊檢站等部門加強合作 做好通關工作 密切留意各口岸的人潮情況 合理分配人手 務求可以盡快疏到人潮 而治安警察局也建議市民和旅客 在出入境前 留意治安警察局手機應用程式 邊境口岸實時資訊平台 就可以即時看到各個口岸的人潮狀況 合理安排大家的出入境時間 而在交通方面 當局表示會加強力度打擊白牌車 以及違規經營的士行為 同時亦預期市面上一些旅遊旺區 會有較多的市民和旅客出行 所以當局會按照情況 有機會實施人潮管制措施 各位市民可以留意電視、電台 或手機應用程式的推送信息 即時掌握市面一些實施人潮管制的情況 最後當局亦提醒市民和旅客 在節假日期間 無論是在逛街、救密 還是光顧食屎時 亦要時刻保管好自己的財物 避免拆人有機可乘 在這裏我們亦預祝大家 有個快樂的節假日 下星期警民同心再見